大家好 我是陈伟霆 会怕粉丝怎么样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会用医美 你也好好想要把吗 但是你身上最大的标准成 还是帅这个字 我真觉得你很帅 我教你啊 小陈啊 小陈 没事 没事 你继续吧 小陈啊 哎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哎呦 家里人不着急吗 我妈叫我千万不要结婚啊 我有一个哥哥有个姐姐 然后哥哥结婚呢 姐姐结婚呢 然后呢他们又生了很多小朋友出来 然后我妈妈就说 哎你这段时间先工作吧 不要烦我了 因为她那个带小孩 带小孩有点累 合适的就结婚 合适 那我找先找个合适的 啊 你赶紧找吧 哎呀你不是说 我赶紧就能找到了这个 缘分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 他来就来 对 说走就走 像你这么帅的男生 说自己单身 会不会不太合理啊 他帅了 帅啊 帅啊 帅 所以他不是单身啊 那你 如果不是单身的话 你公开后 会怕粉丝怎么样 就是我跟我的粉丝是一直走过来的 就是他们也对我以前很了解 就是有时候我看到我现在很多粉丝都结婚了 他说 呃 现在我第一爱的是我的男人 第二爱的是陈维婷 明信也是人了 对啊 他也需要爱 他也需要爱别人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如果有一个女朋友 然后实际到了 然后我不会硬要公开 我不会有很套路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我都会承认 哦 我觉得是身体自然 会对于我来说是最舒服的事情 你好 你好 你觉得您三十岁算中年人吗 有没有遇到什么中年危机 比如说头发发胖和狗起肠 我三十岁是没有中年危机的 三十三就有了 为什么了 哈哈哈哈 真有啊 真有 这个是中药 中药 就是以前我不喝中药 现在我觉得要养生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我不喝热茶 现在我喜欢喝热茶 你要问我问题我听说是不是 嗯 你知道问我什么问题吗 忘了 你忘了 嗯 那我问你问题吧 嗯 你几岁啊 六岁 我不相信 真是六岁啊 这样是六岁吗 真是六岁 你猜我几岁 八十岁 为什么是八十岁 哈哈哈 我十八岁啊 我十八岁啊 我十八岁哦 哈哈 你相信我是十八岁啊 不要心 为什么不相信啊 我不像十八岁吗 是不是这个墨庆太老了 我现在是不是十八岁啊 啊对 所以我没骗你的嘛 你也好想要宝宝吧 我好想要宝宝 我看我的宝宝 是不是像你这样可爱咯 你可以当我宝宝吗 你可以好吧 哈 李田哥 你会用医美这些 什么叫医美 说白了就是这种 我觉得每个人看自己的满足的程度 当你太在意别人怎么去看到你的时候 你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对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又不够帅了 又不够美了 所以我觉得是 做人为什么担心这么多 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你自己更想说 给自己定义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就比起爱豆或者帅哥 还有现在小鲜肉这种 我希望我是小鲜肉啊当然 是因为帅吗 还是 你都说我三十几年 我还能用小鲜肉这个名字 就说明我把我感到不错 那你童颜啊 我童颜 对 就你更希望你自己是怎么去定义自己的 在这个行为 我希望我不定义自己啊 这是外面标签给我的嘛 就是每个人 每个艺人外面都会标签 他是属于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 但他未必是为了这个标签 努力变成这个 而让你们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嘛 有标签不是坏事 只要享受自己的工作 就好了 尾廷哥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但是就是我是那种没有看过你的作品 我只是觉得你很帅 你会介意这样的粉丝吗 不介意啊 为什么 反正你在夸我 对于我来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 就是你要人家去喜欢你 这个已经不容易了 起码不要讨厌我 作为一个独自北漂 来北京发展的艺人 然后可能你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 但是你身上最大的标签 可能还是帅这个字 不会吧 那就够了 足够了 帅这个标签就足够了 当然够了 起码有个标签嘛 每个人都努力 然后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了 因为有了标签 我不会去看人家怎么看我的标签 当你在一个绝对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事情就会做得好 当你永远就是好像人家戴着这个眼镜去看你 你觉得人家都会有四眼镜去看你的时候 你必须得这样 那样的时候那个就不是你了 你好 我觉得你平常给人的印象都是很nice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特别讨厌的女生 很讨厌她 真的没有 这是我对待女生跟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那你 你是不是做什么我都不会觉得OK 这是抱用性特别强 我不能经常处于一个我讨厌人的状态 我这样会令自己很辛苦 对 如果遇到不喜欢女孩子来追求我 要怎么拒绝她的才好 你是有很多女生追求你吗 对 有多少个 大概十多个 哇 那你可以叫她们找床一天啊 喂 教你啊 你觉得现在满足吗 满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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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